这是我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 世界最冷城市雅库茨克 野外搭建的一个庇护所 主体已经基本上全部完工了 搭这个庇护所的主要目的 就是给我们的这一辆柴油货车保温 因为这个城市到了12月份 1月份的时候 温度会降到零下50多度 零下60来度 这个城市有记录以来的 最低气温是零下68度 光有这个棚子还不行 我还准备着在这里 给它放一个大型的火炉 烟管这样顺着出去 这样才能把这个温度提起来 不然的话光有这个棚子 抵挡一下外面的寒风 温度根本比外面高不了几度 准备把车给挪出去 挪出去之后我们好在里面干事 把炉子安上 看一下这个温度能起来不 今天应该能打得着 才零下27度 这是没气还是什么 这离合根本踩不动 根本就没气了 不打不着 这个车也挪不出去 嗯 只有先把炉子安上的 炉子烧上烤 烤暖回来看这个车能打得着不 走 下面这个 这边这个 因为这个已经穿了 我看 那个往那边摆 这个烟管够大吧 嘿嘿嘿 这烂了 哦 这里也是烂的 烂了露烟 啊 大吗 大 这里烂了 这里烂了 嗯 挺多缝的 来看一下 小眼没事 小眼没事 嗯 小手头那么大没事 这里也是烂的 那没事 行吗 好抱抱 踹 拍 踹 你会撑着 对 这儿 可以 靠着柱子吗 再来 再 靠着柱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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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个铁丝 铁丝那天我骗你的铁丝在哪呢 我骗你的铁丝在哪呢 这个锅铁丝在哪里 这个锅铁丝在哪里 这也算了 睡一顿 睡一顿 是那个 这个锅铁丝在哪里 有刮了吗 有 刮了 嗯 刮了 刮 刮 哎,可以了 现在准备点火 知道吗,大个炉子 就是柴的话,要有很多材料,把这个炉子点着 哎呀,这个不行了,换一块 感受到温暖煤的,小妹 你心里都要满,这还没放煤 反正我是感觉暖和多了 这么大一个大型的炉子烧着 这个里面一次可以放100斤煤 所以这些炉子烧着 这个炉子烧着 真的要不放一块 煎子烧着 这个炉子烧着 这个炉子烧着 这一片炉子烧着 到这个炉子烧着 这个炉子烧着 就像过来 这个炉子烧着 是炉子烧着 太暖和了,朋友们 这个炉子烧着 大家觉得到时候零下60来度 零下60多度 我们这个车能打得着不 这个棚子能扛得住不 先给大家看一下黑门里过来 我们这个炉子烧了一个把小时了 来看一看 终于能看见水了 摄像头能看出来不 能看出来 对啊,能看见水了 前段时间啥啥全都冻上的 这个炉子主要是离这个尿素罐子进的 离发动机也不远 咱先别说扛零下60度 零下60多度了 是不? 咱至少今天烧一个通宵 看明天早上 我们这个车能不能打着火 那就能见分晓了 好了,朋友们 我们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点点赞 我们下个视频见